我現在越來越喜歡這一隻了 哈囉我是劉哲 很快的2月又夠完啦 現在已經是3月了 然後我知道我一陣子都沒有拍手帳相關的影片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2月一直都在落後當中 就是我覺得我只要是一放長假就很容易這樣子 不過因為剛好現在有一個廉價嘛 然後我就在這陣子就大概把我的手帳補得差不多 那我就帶大家一起快速的回顧一下我2月發生什麼事吧 OK那我的2月手帳一開始呢 都還是一樣以高木質質的小月曆當作我2月的一個opening 然後我在這個月的時候呢 在過年前有去參加了一場同事的婚禮 他們是那種戶外婚禮就對了 然後那天天氣很好所以拍照起來都還蠻漂亮 這個照片啊其實我個人有點後悔 因為我現在沒有拍立得或者是相印機那些東西 我有的時候想要貼照片的時候我都會覺得有點苦惱 那我最常的就是去影音店或者是去Seven去印 那我個人的經驗啊Seven雖然出價格高一點 但是印刷品真的很漂亮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是我在那個影音店印的 那很明顯就可以看到說他的那個畫質啊非常非常的不好 就他原本是還蠻清楚的照片喔 但我想說印都印了算了就將就這樣 順便如果說你們有一些那種推薦的相印機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然後再來就是過年啦 過年的話其實我基本上真的手上都不太寫啦 這些都是事後才補的 然後最大的事情是因為我在這個月開始加入了Netflix 我就沒事的時候就一直在追劇 目前的話我還是最喜歡看摩登家庭 摩登家庭我現在已經追到第五季了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後呢 二月中的時候開始覺得自己有點變胖 因為我之前其實是有加入健身房的會員 那健身房的會員我在去年的時候就把它停掉了 之後就幾乎沒有什麼運動的習慣 所以這陣子我就開始在飲食上面就是有盡量控制一下 我自己減肥的方式就是不要吃零食不要吃宵夜 然後不要太晚吃晚餐 基本上對我來講啦 都會有辦法比較好的控制我的體重 然後多喝水多喝水 我覺得多喝水很重要 這邊有那個之前去吃的木盆沙拉 木盆沙拉在高雄還蠻有名的 它就是份量很大 有一陣子沒去 然後上次去我覺得好像有點漲價了 就是像它我是這樣一個木盆沙拉 再加上它的一個湯跟一杯飲料 我竟然要250塊我個人覺得有一點點小貴 然後這是情人節 這陣子全年推出了一個我覺得非常可愛的幾點 就是我最喜歡的木盆沙拉 那陣子其實這個活動剛出來 我就立刻在我的IG上面分享 然後也有很多木盆的同好跟我講他們換到了什麼 這個其實在店裡面都有辦法看它實體的樣子 我個人覺得最可愛的應該是杯子啦 其實我覺得杯子跟這個熱水壺都非常可愛 我兩個都很想要 但是說實在熱水壺我現在目前用的機會其實沒有那麼的高 而且現在很少人再用這種去煮水了吧 我個人如果要用的話我一定都是用那種電熱水壺 直接去加熱就很方便啊 不像那種以前還要放在瓦斯爐上面 還要開火就覺得很麻煩 然後這個杯子啊 隔了沒幾天他們就發了一個公告 就是說它的那個已經全部都換完了 所以我就很緊張 但是最後呢我還是有換到這個兩款 這兩款我都有 然後一個是給我妹 另外一個我還沒有拿到 到時候拿到的時候 我可以跟大家開箱一下 然後呢我們附近呢開了一家新的咖哩的店 叫做天狗咖哩家 那它特別的地方啊 是在於說它有推出很多那種大分量的料理 那次我跟我朋友去吃呢 我們就直接挑戰了2公斤的咖哩 大家其實可能對2公斤沒有什麼概念對不對 我有那時候有拍一個影片 有大概你們可以看一下 大概就是這個份量 其實看起來還好喔 但是實際上它底下的飯是非常多的 那最後雖然是有吃完 但是算是吃的蠻辛苦的 不過我覺得 你知道對於我們這種 當不了大衛王 但是有一點小小大衛王夢想的人呢 這樣子的價格 跟這樣子的份量 完全是適合可以挑戰的 那它的優點是在於說 你隨時去都可以點 你也不用事先預約 然後你 也沒有什麼獎勵 也沒有什麼懲罰的 算是可以比較輕鬆 可以靠自己的步調去慢慢吃的 然後啊 我有一陣子比較沒有拍片 那個時候 我在上一支影片有跟大家講 就是我去做了一個 痘疤的治療 主要是在我的這兩側 其實之前呢 可能影片看沒有很明顯 但是 這兩側呢 都有那種很明顯的 痘疤的凹洞 所以那個時候啊 我就去做了一個 類似痘疤的手術 那它其實簡單的講就是呢 去拿身體的另外一塊肉 去補在那個原本 比較深的凹洞上面 那目前呢 現在是已經 大概 兩個禮拜 左右的樣子吧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傷口 它現在目前就還是 微微的有一點一點 紅紅的地方 這個不是痘痘喔 這是我那個手術的地方 那它時間在久一點之後呢 可能會再消一點點 看起來就會比較自然一點 那因為我整個療程 還算是沒有結束 我之後還要去做別的東西 那我想說 到時候全部做完之後 或許可以再拍個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治療的血淚史 再來的話 就是 我之前有拍影片的一個 我的151的福袋箱 我個人覺得啊 我非常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那時候開了之後 如果有看那個影片的話 大家可以知道說 我就是非常的滿意嘛 然後很多娃娃 大部分都是我非常喜歡的 我有去看一些 在IG上面 或者是Youtube上面 其他人的開箱 那 我老實講 目前看起來 我幾乎都沒有看到 比我自己開到的 更讓我喜歡的 因為我就是愛娃娃嘛 但是其他人 可能會有一些 別的 像是 呃 用品類的東西 那用品類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 雖然是實用 但是 樣式你喜歡不喜歡 其實就會差很多 有一些東西 可能設計得太女性化 那你根本就是完全 不會去用它 其實它是可能一個實用的化妝包之類的 然後啊 喔我之前前一陣子 眼睛有就是一個瘀青 我不知道跟我的那個手術有沒有明確的關係 但的確呢 是在我做完我的手術 人工筆撕下來 一陣子之後 呃出現的瘀青 那個時候 我有拍一些照片 那有點可怕 可以放給大家看 我有問我的醫師 他就說那是可以建議熱敷 然後說到熱敷 我就 我就想到 我之前一直很想要嘗試的一個東西 就是蒸汽眼罩 我就去寶牙買了一個蒸汽眼罩 想說剛好可以來試試看 我不得不說 超乎我想像的好用 它的那個香味跟 熱度啊 敷在眼上 眼睛上面 我真的覺得很舒服 而且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那天就睡得非常非常的沉 然後我個人覺得它熱的 熱的溫度不會到很燙 但是 熱的也還蠻久的 我是買這個 它是有點類似柚子味吧 完熟又香 是柚子類的 的味道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 但是它的味道其實真的偏濃 我有聽過還蠻多人 就是說 這個蒸汽眼罩它的 那個香味太重 會讓人家覺得有點不舒服 那它有在賣那種無香味的 如果說有興趣 或者是說睡不好的人 其實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再來就是連假 喔 連假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2月27號啊 任天堂呢 做了一個寶可夢的直播 它就直播了 第八代的 遊戲 的一些 內容的預告這樣 這個呢 是在今年冬天才會推出 所以其實還有大半年的時間 然後大家討論度最高的就是 在關於他們這些玉三家 玉三家就是 一開始你可以選擇的 那三隻神奇寶貝 那這一次的 這三隻神奇寶貝 所以我個人都覺得長得還算不錯 就是沒有說到覺得 很沒有辦法接受這樣 不過 因為它這一次的遊戲整個都 畫風都變了 變得非常非常的立體 所以其實剛看那個 預告的時候 我是有點不太習慣 可能會需要一點時間適應吧 然後再來就是 228的連假啦 那這個 這個花圈啊 其實是我之前一個朋友做的紙膠袋 非常的漂亮 它是乾燥花為主題做出來的 那它這個其實是透明底的 所以你就是剪成一塊一塊 自己去拼就可以做成一些 像是乾燥花的花束啦 或是像這樣簡單的花圈 OK那以上就是我簡短的二月回顧啦 那三月的話呢 希望我的手帳可以更準時一點 然後讓我有一些時間 去及時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 如果說你還沒有追蹤我的IG的人 歡迎可以去這邊追蹤一下 那就是這樣啦 掰掰 再說你一塊一塊 再說一塊一塊 再說一下 再說一塊兩塊 再說一塊兩塊 再說一塊一塊 再說一次 有就是這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